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我们一起来研读启示录20章1到6节 我们来灵修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寿与寿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千年 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感谢主 神告诉我们 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 看到龙被天使捆绑一千年 这个龙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所以圣经又四次来形容 这个魔鬼撒旦 这个龙就是很凶暴的 凶暴的性情 骨蛇是诡诈 又是狡猾的 他又叫魔鬼 魔鬼就是说谎人之父 也叫撒旦 撒旦是什么 昼夜控告与神敌对 他是与神敌对的 所以这四种特质都是魔鬼 各样的他的性情特质 他都是窃取上帝的荣耀 其实撒旦原来是在天上 他本来是天使长 可是他背叛神 他要抢夺 确取神的荣耀 所以他就从天上被摔到地上 再被扔到无底坑里面 不停的下坠 有一千年 他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知道 撒旦的目标是什么 迷惑众民 攻击教会 迷惑列国 但他最终的下场 是被扔到硫磺的火壶里 他们必 这个魔鬼撒旦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那这里 这段经文又讲到说 有两类的人 两种的人复活了 可以跟耶稣基督 一起掌权 做王一千年 感谢主 盼望我们也是这两类的人 第一个就是历世历代的殉道者 他们会先复活 因为他们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的道 然后被斩 是被斩的灵魂 就是牺牲自己生命的 为这个信仰牺牲的 因为他们是用生命 见证自己所信的耶稣 是又真又活的 他们的生命是有冠冕的 这样的人他们是与基督 可以一起复活 掌权 在掌权做王一千年 另外一种是 没有拜过寿与寿相的 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这些人是经历过大患难 但是没有受过寿印 没有拜过寿的寿相 然后也被杀害了 都被杀害 他们也会复活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我们过去呢 以前是在撒旦的权下 但是耶稣来了 我们归向他 且持守的继续来跟随神 不去拜任何外在或内在心中的偶像 也就好像在大患难中 被存留下来的人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复活 也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感谢主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 将来在天上也会经过检验 会有火来烧 有人做的是草木和街 一烧就没有了 有人做的是金银宝石 可以存到永远 感谢主我们现在好好地服侍神 是有价值的我们传福音 牧养 带导 探访 只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 忠心的摆上 相信神 我们为神所做的 可以存到永远 是上好的投资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让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把握机会为耶稣做见证 让我们不屈服 直到不屈服那些偶像 不管是外在或内心的偶像 让我们不追求世界 我们单单来追求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持守继续来成为坚持跟随你的人 将来在复活的时候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一千年 感谢主感恩 把这样的应许赏赐给我们 何等宝贵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